大家好,我是Shten 在韓國非常有影響力的時事追蹤節目 也將要參戰50-50事件了 7月18號,SBS 製作組在官方頻道發文 有關最近某女團的專屬合約糾紛 知道詳情或者是熟悉IDOL產業的有關人士 等待提供情報 因為在韓國是相當有影響力的節目 所以這個貼文馬上就在韓網引起了熱議 終於宣佈參戰50-50爭議了 因為不斷的出現醜聞 所以大家都希望這個節目出場 結果成真了QQ 哇,可可小小的參戰QQ 一定要看好期待 要準備吃瓜了 50-50你們真的完蛋了 無法復活了孩子們 可可小小的對於刑事案件 強力犯罪值得信賴 但對於演藝圈的採訪不怎麼樣 這次也要看了才知道 雖然對演藝圈不強 但是很有影響力 所以應該能明確分析誰對誰錯 不過都已經出現了這麼多事情 還有什麼可以採訪的嗎? 不管怎麼樣 我個人也是非常期待 QQ會怎麼樣報導這個事件 然後今天根據媒體報導 韓國音樂著作權協會 目前決定暫時停止支付 50-50QP的版權費用了 而在7月18號 被指控為幕後黑手的Ansoni 親自打電話到協會確認了這件事情 當時協會回覆 我們收到了Ottract的暫停支付申請 在確認後決定停止支付本月23號的版權費用了 等當事人們和解後才會再次支付 也就是說 偽造文件後 獨吞QP的因緣股份的Ansoni 拿不到錢了 幸好著作權協會也認得到這事件的嚴重性了 外包公司持有版權真的很不像話 一定要殺一金百 現在變成是在社會版面看到的女團了 好厲害 一開始以為是民視事件 漸漸的變成刑事事件了 海外因緣所得也很重要 希望海外所得也能暫停支付 希望版權費能到 應當要得到的人的口袋中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歷代在KBS、NBC、SBS地上播各音樂節目 連續三週以上拿下一位的超紅身曲 中間給ción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